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房里面你要在这里面居住 你要是行没玩够你还想玩 只要你有的玩你还可以玩 只不过就是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唐代的时候 因为城市的商品经历还不发达 所以那个时候的娱乐的活动没有后来那么多 可能到了那个晚上吧 可供你选择的余地就没那么大了 但是夜生活或者夜晚 你们都说你还是可以有的 但是整个城市看起来也是静悄悄的 只是有特别的地方 大多数农业时代 大多数时候到了晚上 都是太阳落山之后 城市都会比较安静 也需要休息 对 还有很多点灯是要花钱的 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开销 很贵的 下期节目 古代人有冰淇淋是吗 东西 最好的 就来 不再识 我们下期节目